我觉得更尴尬的应该是牛超还有子睿 就是有关系有够曾经的人 那我来预测一下牛超应该是吃美味大餐 就是一副漫不经心的不在乎的 这是红萝卜还是胡萝卜 对对就很认真在那边吃 子睿会说那你会觉得 有心爱的女孩子做菜给你吃你会开心吗 吃红萝卜还是胡萝卜 都可以吧 有做没做都行吧 这样子会是一个这样的状态 那花艺你要不要表演一下 花艺的话那个张云齐就说 这个花我跟你说这个花特别特别厉害 这个花在我们家乡特别多 这个呢把它晒干之后呢 你会弄成一树你看多漂亮啊 不喜欢啊算了吧 是呈现这个状态 然后那个李东阳跟澄澄就是李东阳是 好可怕呀吓死我了 为什么我们都是玩这个 一大早起来就要玩这个 对对对我好苦啊 我干嘛来参加这个节目这样子 然后澄澄就会一副那个从头到尾就是 啊好好玩啊好好玩啊这样子 然后火锅 杨阳拼命吃在想着李东阳 然后朱玉民在害怕大家要要拆除他了 对 杨阳会跟他聊一聊关于澄澄吗 闺蜜吗 杨阳会套朱玉民的话 对 然后朱玉民会吃得很不安 就咬到舌头之类的 好烫好烫好烫啊你刚说什么 这样子之类的 戏真多啊 我们来看 好 好